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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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副义法醫科主任高大臣 志愿者好 大家好 資深梅田 許勝梅 大家好 諮商信仰師林翠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師劉瑋婷 五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来 順美 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五亿高中生的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讲到说 是包括高检署发挥在意 因为连检查总长都说话了 OK 好 那这件事情一路延伤 最近因为过程不是 他的那个伪造文书的案子 然后起诉这一部分 没有起诉杀人那部分 结果那一部分 起诉了这部分开庭 开庭的过程又引起大家的瞩目 为什么 所以有关五亿高中生 这个案子还会继续调查 因为台中高分检已经发挥 显然还是要针对各种疑点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 这个下性配偶 因为它涉及到假结婚 伪造文书这件事情 前几天出庭 他总要替自己辩驳 所以他就说 我没有假结婚 我跟赖姓高中生 是合意结婚 我们是基于要共同经营 家庭生活 所以我们去结婚 你真的跟他 有感情基础吗 他就娓娓道来 他说他是在 因为事情是爆发在五月 他说三月的时候 他跟赖姓高中生 有数次交集 各位 有人这个情侣是只有数次交集吗 不是频繁来往吗 大家有没有注意 那个用字不太对 数次意思 因为你不能只说谎 法官会去查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你们联络过 而且现在通讯 你说直接一调电信资料 大概都知道 马上就知道 所以他也只能说 有数次交集 请问你们交集些什么 他就讲 他说这个赖姓 他对财产不太在意 他比较在意的事情 是他被家庭迫害 压力很大 请注意时间点 因为三月的时候 赖姓高中生 他的名义上的阿公 实际上的爸爸 还没有过世 所以这个夏南就说 他们家问题很多 因为这个增产的问题 造成赖姓高中生 精神压力很大 他被这个家庭迫害 所以他来跟我讲的时候 都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找他诉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说这个赖姓高中生 一直跟他透露 他希望身边有一个男性 可以帮他 这个应该他的律师都交得好好 要有男性嘛 不就是他吗 他吗 人家是在讲肺腑肌 我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一些疑问 因为赖姓高中生 一直希望有个男性 可以帮忙他 然后再来赖姓高中生 有对夏南表达爱意 所以夏南的供词里面 一直说我只是被动的 因为我跟他的交集 只是要教他 因为我当时也在考地震事 我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 我本来是想教他一些 理财的观念 没想到他因为有很多 压力是他一直跟我诉苦 好 这是三月 到了五月的时候呢 因为法官总会问他说 你的包包里面 为什么一直带着 结婚证书跟权状 有谁是一直带着权状 对啊 而且为什么要一直带着 结婚证书啊 人家他又解释 他第一带权状的意思 他说五月四号那天 就发生事情那天 他说我不是要跟他结婚 不是我主动要结婚的 我去找他 是要跟他说明 因为五月三号那一天 赖爸爸 就赖阿公过世 然后他们因为这个 桑里的问题 有跟赖阿嬷那边发生冲突 然后根据夏南的说法是说 赖阿嬷那边不准赖生 跟他的妈妈捧牌位进家门 这个部分就讲得很清楚 那他是看到他们很可怜 所以那天 他是要去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用担心 权状在这儿 这上面是赖生的名字 他们不能赶你们走 他说他是要去跟他说明这个 之后他就跟赖生出去 出去的时候 因为赖母说 你不是来跟我们说这个的 你明明我儿子就是拿身份证出去 可是夏南说 没有 那天我去找赖生的时候 这个赖母是不在的 总之他说法跟赖母不一样 好那你们两个人出去 要讲这个土地权状的理财 怎么会弄到去结婚 他就说一路啊 赖生都跟他抱怨 然后一直讲说 我真的精神压力很大 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我真的希望身边有人 所以他就问了赖生说 那你是不是想结婚 赖生说 是包包拿出来 结婚证书 大家都笑了对不对 我也是没法度 他就这样讲 然后两个人就到这个咖啡店 到路上去找了三个证人 然后就到这个护证事务所 就办了这件事情 办了之后当然法官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直带着结婚证书 他都回来就说 那只是一张纸啊 意思是说很轻 所以我可以塞在包包啊 连你都笑好了 对不对 他是一张纸 他也很轻 但是你现在马路上找一百个人 看那一百个人的包包里面 会不会带着结婚证书 你会不会随身带着结婚证书 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对对对这是怪 然后赖母已经讲了 你明明来找我儿子 就是叫他拿身份证 因为也不是每个人 都会带着身份证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会放在家里的保险箱 你明明就是预谋要结婚 可是夏南说 我没有这个意图 从头到尾 是他爱我 是他要我给他依靠 你知道他一讲出这个话来 赖母就你知道 赖家的亲戚就发狂了 你说如果你们彼此有爱意 当时招魂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啊 你哭了没 你来招魂了没 你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夏南还是面无表情 总之他说我没有假结婚 这整件事情 我跟他就是合意结婚 那当然你说如果夏南有请律师的话 我相信好歹所有的案情 要跟律师讨论过啦 那你不能说律师教科 可是大家一定会讨论过 那用字潜词里面其实有很多也是算比较专业的术语啦 大家是合议啊 精权啊 类似这些 那其实光最早台中地检做出不起诉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有讲过说 因为法医其实是针对专业的部分 那时候一直有提供一些的意见 那我想这次发回在意的这些部分会不会在里面 还是会做一番的讨论 好那这就是 这就是发回以后 那台中地检会再去处理这些 也是全国大家所瞩目的地方 要不然不会到检查总长都会来关心这件事情 明明不起诉了检查总长 要再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可是法医从你自个 因为您过程当中也有跟包括赖胜他们家里面的人接触 然后包括其实你除了看到专业那一块以外 接触的过程你也了解一些他们家里面的情形 你听到夏南讲的这些 跟你自己所听到你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夏南讲话 我每次都听他讲都是在讲好话 感觉就是讲好话 因为他其实去找这个小赖的时候就是死者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跟他说 这是我的看法 是跟他说你有很多财产 我要带你来处理 我百季来带你来处理 应该不是说跟他说我们来去结婚 不是这个问题 我想他是骗的 你採测是这个 我採测他直接就跟你说 你的财产 他不知道哪里出去 拿太多钱 你要拿太多钱 办权状商 办土地图的问题 对 要把他带出去 带出去之后 他老母我有去问他妈 因为他妈最近比较黏 他会有些事情都一直要找我 要问你 对 我就问他 问清楚 他说那天就是 他来带出去 他本来说你不要出去 因为要拼到 你出去当时要回来 他说我出去黏就回来 所以他老母怎么办法就出去 出去之后 他就 桌子没回来就时间到了 拼到时间没回来 快点 开始找人了 他都没有接啊 打电话也没有接 小爱都没有接 然后打那个小夏也没有接 那之后打给大夏 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就说 没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怎么 然后好像 旁边的那个黎色的人 就说没报警 所以可能他爸爸在旁边有听到 嚇了一下就赶快跑过来 他说他在南屯 他们打电话说 我在南屯我没有来帮忙 他们在北屯这边 在平衣湾这边 北屯 我没有来帮忙 你要怎么 我不知道 一天就要报警了 没有五分钟到南屯 是吗 那一般南屯到北屯大概 最少20分钟 他出来了 他如果有来走一个 你怎么在这里 他就说 不然我带你来找 带你来找 那时候他们的估计 这是我听他妈妈讲的 賴声的妈妈 賴声的妈妈 是说 他可能是要找他出去找小賴 然后可能一起 就把我们两个干掉了 他妈妈自己觉得 会有这样的危险 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他如果说是这样 我说不太严重 因为你们两个都跳楼 不可能嘛 对吧 很奇怪 对 当然 可是这个问题 还要追溯到4月的时候 那个什么 老賴 就是小賴的爸爸 的阿公 实际的爸爸 阿公是爸爸 有一次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就跌倒 他就送你 可是跌倒的时候 那个妈妈有上去看 老賴躺在那里 他看 怎么那个人喷头在喷水 老賴是很节省的人 他这个你看 他睡在哪里 他睡在房间是住一宗 船店而已 不是没有床 这么有钱的人就住这样 只有一个床店 睡40年的床店 那还是不要有钱好 所以有时候很可憐 真的喔 他宣布也不要有人问 他说要浪费 他躲在那里面堂 浪费 那他怎么洗 他用一个面堂 底下慢慢洗 慢慢洗 他不要用那帐 他说那帐到没钱 100亿身价 100亿身价 你竟然是这样 其實說他的问题 其實並不是他们增產的问题 因为这个老賴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他从小就生了这个小賴以后 他小賴去读书 他一定跟着去 这老賴 人家都认为 人家都认为 人家是他的老伯 又是阿公 他不好意思 他都去参加家长会的会员 他也会参加 他每次都参加 而且每次都兼钱 讀到高中 然后考上东海大学 这段时间 我们有看过他妈妈拿给我看的 一个盒子装的 全部这个小孩子读书的 有那个奖状什么都有 他全部都老了 他就很照顾这个孩子 你说他不照顾他母子也不贏 他也是 他母子 孩子 什么人 大家都一间房子很大 都是买房子一栋 给他们去住的 你说是阿嬤那边 所有这些也有照顾到的意思 所以他可能也觉得对不起 阿嬤 我想他是这样 所以他也很照顾 所以叫你讲起来 他是比较照顾小賴是不对 因为他觉得 因为说实际上 我是认为可能是 他认为他妈妈 就有点太单纯了 可能过不了这个孩子 所以他不得到口 可能会出事 而且这个小賴是 真的是很勾矣的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会打电话去跟他讲说 叫你爸听电话 他说不来我阿公 你找我阿公 他说叫你爸 他说我阿公 你不要这样 有的人就 我们他有时候就是 故意要求人家 所以这个小孩子 从小就已经接受这个感觉 所以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他去自杀 这是我的感觉 你跟你说这件事 反正从小也被人家烤死久了 所以他不太可能 因为单纯说 是你阿公 你爸爸这件事情 然后走上绝路 而且阿公死 阿公已经交代他说 你要好好照顾你这些钱 他对他很注意的这些钱 因为一生就是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照顾 还有大家要把你妈照顾好 他说他会 他虽然考到东海大学的哲学系 可是他将来可能要去读研究所 或是转法律系 要把他妈妈的国籍 改成台湾籍 OK 所以意思是说 他有动机是要继续 除了照顾妈妈要移入部 对 OK 现在问题最大的 说到这个稍微就是 妈妈已经 这个小孩已经快18岁了 已经成年了 妈妈就不能照顾这个小孩 就留在台湾 所以那妈妈就急着要去申请 因为他以前本来就有拿到台湾籍 可是因为 發生通奸 所以被判 对 后来没有国籍了 对 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他因为照顾小孩 他留在台湾 可是他没有国籍 他是人求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小孩快成年 他就想说要再取回台湾籍 就要去申请良民证 所以良民证的钱差不多 一两个月前 只有一个人他都在市场卖菜 这个小賴的妈妈 在市场卖菜 因为他一大片的果園跟那个 他们家房地产这么有钱 还去卖菜喔 对 他就是 因为他阿公不给他钱 不是不给他钱 就是说非常 怕他有钱就乱来 OK 所以多少就要算好 其他你要自己赚 他都自己去买菜 买菜 贾主席有一天 刚才有一个人来就跟他说 市長 你这人那边有那个金融 那你也可以拿来买 你去办就没人去办 结果这个金融的 老板是一个建商 很有钱的人 应该不会计较照道理 可是这个小賴媽媽去 拿这个香蕉案卖的时候 就被人家抓到 切到 就切到罪 就拿 虽然被人办法反省 可是 他没有办法拿到梁明珍 结果台湾籍也拿不到了 所以 他从头到尾 他跟我说 我怎么觉得 这都是社会的 你怎么说 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明明要拿台湾籍 你还拿不到 就绝对有事情 但是他就是都不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 他这个妈妈真的是 太单纯到极点了 因为他没有读书 他连小学都没有读 他跟我们讲 国语也听不懂 国语也听不懂 台语也是泼泼 当然法医就是跟 包括赖孙的妈妈之间的过程当中 了解的这些 当然你要讲说 依照我们现在法律上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被判刑确定 当然你要用无罪的一些吞地 可是法医刚才包括 他自己的采释的一些事情 跟他妈妈讲的过程 然后跟夏南 就让所有人 大家来公平这件事情 到底状况会是怎么样 OK 而且最主要就是 我现在还在找 那个就是说 那个老赖死掉的时候 他是因为跌倒 不久是死了 OK 所以他照理这个问题 应该找死亡相验 他是颅内出血的死亡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他在医院 因为颅内出血危险 才送回家裡 所以医院就不给他开这个死亡 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書 后来是一个主任 一个卫生所主任 把他开的 我如果再把这个事情再找出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主任就麻烦了 我跟你说 你怎么可以乱开死亡证明書 那意思是说 一定要经过相验吗 对 如果是因为颅内出血死亡 不管是跌倒 或是其他原因 这个是绝对不能死亡 如果家属如果都没有意见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这个叫做司法相验 一定要检察官跟法律来 OK 我会常常碰他 有的人就来就跟你说 我母亲幾歲 你看八十歲 沒關係 高血要什麼 結果一看两个眼睛像熊貓 你都跌倒的 那有颅内出血 對 颅内出血 你跌倒了怎么會補 那不出我相验 所以很麻烦 一定要检察官到 OK 所以我是说 只是不想再去追究了 沒有 你今天在节目讲了 大家听到以后 怎么能够不问这件事 对 你都已经这样讲了 怎么能够不问这件事 到底过程是怎么样 尤其还有一个疑点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外界总是对夏氏父子 他们的一些言行跟回答 我们总是充满了各种疑问 我们总可以疑问吧 可是呢 除了刚刚前面的这个夏南 提了这些事情之外呢 那法官总要问就是说 賴性高中生 有亲生的理由吗 因为各位 我们要去想 他跟他的妈妈 几乎是相依为命 当阿公走了之后 就算阿公在的时候 他跟他妈妈的感情 有多么多么的深厚 因为妈妈为了他 做了这么多 这个賴性绝对清楚 那在妈妈 这么依靠你的状况之下 你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就我们正常的想 夏南是不是有说 对 夏南就讲了一句话说 他说 他们去咖啡店 要找证人的时候 他说賴性 就一直在他旁边讲一句话说 阿公走了 那我也不想活了 可是各位要记得 这句话只有夏南一个人听到 对 连赖生的妈妈都说 我都不知道我儿子有这些念头 但是夏南就不断说 因为他说他不想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最后他会做这件事 我完全是意外 我不清楚 只是我听过他说这句话 好 这整个过程 包括刚刚顺便有跟大家讲说 那个过程当中 双方的一些对话 那是夏南在法庭上面 跟法官所讲的这些内容 所以崔菲 你看 那一边讲的是说 因为他们家里面 有什么迫害 还是什么什么 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状况 然后这边 你听到他赖生的妈妈讲的 感觉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感觉 尤其是要找人去结婚 突然之间想要找人结婚会吗 我会觉得赖生配偶 讲到那个结婚的版本 结婚的原因 光是在媒体上 我就听到各种不同的版本 我就会觉得他的说辞 就常常会随着情势的变化 官司的变化 而有一些改变 那他自己讲过一段话 他指出说 他因为希望建立 那个小赖的财产的观念 所以他们有数字的交集 那他也提到 就是赖生对于财产是不在意的 偷偷办跟他倾诉于生活 然后的苦恼 从他讲的这段话当中 我其实觉得已经投射出 夏南 就是他的一个内心 真正去接触赖生的原因 内在的动机 其实就是为了要帮他管理他的财产 所以一开始就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你就是为了别人的财产而去接近他 现在你又说我们不是为了财产 是为了经营感情 可是你自己一直讲说 我没有喜欢他 那不就更怪了吗 另外一个 他有讲到就是说 当我们熟识的人 如果他遇到家庭的迫害 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如果这个夏南想要帮助他 却提议说是不是想结婚 这个引导我觉得也是不合逻辑 也不合现实的 非常离谱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在心理上 一般人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如果是朋友会不会讲说 那要不要离家 或是要不要找个人聊一聊 或要不要盛货 那干脆就离开或什么 因为比较少会 尤其一个十八岁 尤其两个男性 然后就直接想说 那要不要结婚 对 然后这时候 我这边有一张结婚证书 然后就大家一起 这个过 我只能说它比较怪一点 那当然不代表说 一定不是事实或什么 可是就是 我当怪 就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个焦点 也一定会变成这样 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最亲爱的人 离开了之后 会不会也想要跟着 离开的这个部分 不能说完全没有 就是有时候感情越好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生命的意义 或生存的意义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你如果有听到他说 阿公走了 我也不想活了 那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带他去结婚啊 是要带他 让他了解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把他救回来啊 你要做的话 是需要去 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他讲的还是不合理的 OK 这整件事情 那韋庭 好 第一个 听说夏兰他们这一部分 还要申请包括勘验 就是护证事务所接持器 那当然我想是要证明说 他们确实是 你请我愿意要去的 OK 你如果要是賴 賴森他的妈妈的律师这边的话 在工房上 包括刚刚讲那些 你会觉得有哪些部分 我自己是这样看 首先第一个当然是 先从结婚这件事 再来从自杀这件事 那结婚这件事 其实刚才来宾谈很多 所以他们讲我也不讲 但我觉得有一个点 这是一个同性婚姻 那我不知道各位周遭或观众朋友 周遭有沒有人是同性婚姻的 基本上我有认识有人是同性婚 可是多半是从小他的性向就是 他跟同性 而且你知道这过往 在一般传统社会 不是那么能够被接受 所以你同性要能够结婚 是透过很大的勇气 或争取过很多 或甚至有很多的抗争以后 最后才决定这件事 所以你要做一个临时起义 包括这个夏先生好了 他现在跟賴先生结婚 他有没有跟他爸爸讲过这件事 那有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我在很难想像说 你如果说今天真的认识一个女孩子 男生认识一个女孩子 你跟他一见钟情跑去护证所 或许有可能 几率已经很低了 更何况是一个男生再加一个男生 那通常就是跟传统很极度的冲撞 你没有跟家人 或是你心里有一些准备 不太可能是一个临时起义 手边刚好结婚证书 两个男的跑去护证事务所 就办了这件事 我认为这个问号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疑点 已经是一个不合逻辑很严重 第二个就是 好啦 如果賴性的同学 真的如你讲的 你们形同意合 怎么会一结婚婚完 后来就去自杀呢 这也完全不合 你所讲结婚目的的逻辑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补充说 我觉得他们有争议要结婚 问号很大 那你如果说是假设 或者是假设说欺骗这个賴性说 我们是不是去办结婚登记 后面我可以怎么处理 然后让你的家庭或许会 比较那么和谐一点 或许我觉得机率还高一点 然后賴性当然就会 听你讲的故事很合理 我们如果假设 假装去办个结婚登记 最后财产怎么转移或怎么安排 或许你们家庭就没事 他搞不好真的是会去做这些 但这结婚就是假的 就百分之百假结婚 好 第二个我觉得 就是关于自杀这部分 我也觉得说这部分 是我自己觉得到目前为止看完 还是觉得问号很大 就是如果如大家所讲的 今天这个下信可能是因为 太紧急本来没有想要 担心东窗事发 所以就赶快的把这个賴男 给推下去好了 或者是怎么样方式 临时起义的谋杀案 其实是很容易破绽百出的 也应该是容易被戳破的 可是为什么一个临时起义的 假设把人推下去好了 怎么会这个事件到现在为止 检察官或者是我们法医好了 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强而有力的证据 去突破他 那如果没有 会让人家怀疑说 那显然是有一个预谋很久 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 看起来假装很像自杀事件 可是他又要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自杀事件 又看起来难度也很高 就是你要预谋很久 安排一个假自杀真杀人的案件 也不太容易 所以在后面这一个 到底是自杀或他杀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觉得还近代 这个高法医再有更多的 真的假的 让大家可以更有力的一个证据 可以拿得出来 可是你刚刚讲到那个 我先问一下 高法医请问一下 您上次后来提到的 还有一些觉得在医学上面 你觉得还是有一些真意点 因为不起诉出来以后 你还是有提出一些有真意点 这些部分 当然你说高检已经发回了 然后包括总长都觉得说 有一些一点是不是要再查清楚 就您所知道 这部分是不是还是在这里头 是他们查的一个重点 其中一定有问题在里面 因为你谋财 不害命就不能谋财了 所以这个害命就等于是背书了 这就是你的动机 他真的很明显的动机 在这里像他说 他就要处理财产 很明显的动机在这里 所以你要找到破绽 而不是要把这个破绽 他假装不知道 动作不知道 一直把它封掉 这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很久我都没出来说 因为今天 现在这个讲我才来 不然我其实 我会不太要讲这种事情 因为我大概也曾经 我们以前也碰过 红冲丘案件 你那时候也是有联罪威胁 要开车跟阿龙 要把我的车换GPS 然后你到哪里 他就要去撞你 你是死了 他们就跟我说过很简单 还是你站在高铁 对吧 他昨天搬到A路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台中都坐车上来 尽量不坐高鞋保镖 我都坐在那个 你的椅子上面 椅子上面 等到车来以后再出来上去 对 不要在那里 真的 真的 我现在不敢坐在那里 小心一点 反映这件事情出来 也有人威胁你吗 这件事 这个是没有 但是赖姆家的那个什么 行动箱有被人拿去丢掉 OK 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找到听说是 一个流浪汉 我就觉得很奇怪 流浪汉 你拿个行动箱干什么 我也想不到 很奇怪 我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已经就哭了好几天了 他就为了 这个就认为说 你来这 我爸帮你来 你说骑鞋 我骑鞋回去 我骑鞋死了 就被人家笑死 OK 所以我这个事情 我后来也讲一下算了 不是 我相信法医 就是秉着那个正义心 就是案子如果有疑点 就让他查清楚 把真正的真相能够拉出来 真相不见得说 这个下来一定是有犯罪或什么 可是如果有疑点的部分 那人不会 不会连总长都觉得怪嘛 就是有疑点要再查 他一定不是凶手 我可以保证他一定不是凶手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是凶手 被查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差点就没有了 这是法律规定 就是说如果我跟他是夫妻了 我又故意杀害他 那我就不能继承遗产 对 所以他绝对不是他 但是也没有别人 对 但是也没有别人 对 对 当然 刚才说有一些就是 大家觉得怪 那就是疑点 就是需要讨论 讨论包括 其实我相信包括夏南 在法院法庭上 要怎么样去告诉法官 所有的事实的真相 让法院去采信 这些就是双方律师攻防的一个重点 只是韋婷 你可不可以很简单回来一个问题 一个案子不起诉以后 检察总长出来说 他觉得有一些一点要再 请大家再查清楚 这种几率有多高 几乎是零 因为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每个检察官 包括地检署 最大的其实就是地检署的院长 这个地方法院 地检署的院长 那他署长 他自己都 正常就会去看他手上的案件 对啊 检察长一定会看嘛 对 那检察总长到他那个阶级 已经是管所有检察长 管每一个地检署 所以要到他连 他都要出来讲 这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 包括影响到很多我们法律面的 是不是觉得这个治安有问题 是不是觉得已经影响司法威信了 所以你要跳下来去看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那铁定是 包括很多民间 包括新闻媒体 大家都觉得这疑点已经这么多 那为什么在媒体上看起来好像 我讲不好听也就是好像地检署 在捍卫着被告的利益 一直在帮他澄清 所以大家会觉得 对司法的威信 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才最后结果 果真如大家所想的 好像地检署 是负责在保护被告的 然后检察总长才跳下来 这件事应该好好再查清楚 OK 当然我有帮台中记者讲 他们当然不会要维护被告 他们一定是 看了所有的事情 他觉得真的没有办法 要去做起诉 杀人的这部分 他们一定有他们一些的道理 可是这整件事情 太多的一些的让你参不透的一些的调诡的时候 好 那大家就想尽办法把真相去还原 那刚才讲吴亦南的这件事情 另外在整个华人圈吧 是没 你说好 Coco李文的他的过世 前一阵子不是像告别式啊 所有那些 还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粉丝 非常的关注这些 最近其实包括他的死因到现在 都还是沉迷 说实话到底是怎么样 包括今天这两天还有一些讯息 连他的老公布鲁斯都出来喊冤 就你们大家不要把猫头都对上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文的告别式是在7月31日 8月1日火化 这两天的过程当中 因为布鲁斯都有出席这整个仪式 所以呢 李文的歌迷非常非常的愤慨 甚至要追打他 然后认为李文的死跟布鲁斯是有关系 布鲁斯也是在之后 他就发了一个声明 你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李文的死与我百分之百无关 他特别强调无关 显然他是要讲说 因为李文有抑郁症的问题 然后这个话讲完之后 你知道有的时候是这样 如果你不要这么强硬的 去发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李文的亲友可能就算了 可是你既然这样讲了 对不对 李文的好朋友 就在媒体上讲说 布鲁斯好敢讲 其实李文就是被布鲁斯赶出来的 因为李文跟布鲁斯的确 因为香港规定是要先分居 才能签离婚协议 然后李文生病 甚至于后来出了一些状况 布鲁斯的不闻不问 所以他的亲戚朋友认为 布鲁斯非常的薄情寡义 可是这个声明出来之后 很奇妙喔 布鲁斯的亲友也来对媒体讲话了 就说什么时候布鲁斯赶走他 拜托 其实李文呢 他就是因为生病 然后又吸引风水这一套 所以有秘里老师跟他讲说 他们在香港的豪宅不利女性 就不利女主人 显然你的健康出状况 心悦那个豪宅 所以他非常匆忙的 从那个豪宅搬到香港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这个酒店 你知道喔 这个布鲁斯的亲友讲得多精准 他说去看看那个酒店 住一天要多少钱 很怪的 所有的费用都是布鲁斯出的 然后包括李文的婚礼 惊喜派对 所有的珠宝衣服 他一辈子的花用 其实都是布鲁斯出的 婚礼的钱不是那时候讲是Coco出的吗 请问现在要去问Coco吗 没办法 对不对 好 再来 再来 大家会问一件事情 可是李文赚很多啊 对啊 好 这个布鲁斯的亲友就说 他赚的钱都已经去帮助他的娘家了 你知道那火药味有多么的强烈 今天又有最新的了 今天又有最新的了 李文的朋友实在受不了了 我相信如果布鲁斯的朋友不是这样讲 这件事他们会吞人 他的朋友就说 其实李文非常可怜 他真的是被布鲁斯赶走 赶走之后呢 他住在香港这个五星级酒店 6月29号他亲生了 所以7月2号他不是第一次亲生 他在6月29号是多么绝望的状态之下 因为他一个人住在酒店 好险是酒店发现有异样 把他送医院 送医院之后 李文的家人非常担心他 这是6月29 那这件事情 李文的家人知道 布鲁斯知不知道 知道 他当时是在香港 但是布鲁斯因为安排好 6月30号要去夏威夷度假 他不想取消这个度假 所以6月30号他照样飞夏威夷 那李文一个人在医院 所以李文的家人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亲生的念头 家人最害怕是他不能一个人 不能一个人 因为他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 所以李文的家人 包括二姐大姐她的妈妈 才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后来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二姐的家 这是6月29 6月30 布鲁斯都不在 7月2号 李文再次伤害了自己 在浴室倒下来 送医院的时候 他们通知布鲁斯 布鲁斯人在哪里 各位 7月2号 在夏威夷 所以他是在7月3号 因为送医院的时候 已经被判定挠死 医生都已经告诉家属 真的没办法 所以布鲁斯必须赶回来 所以他是在7月3号回来 见了最后一面 他的亲戚朋友 这是亲友讲的 他说这个人多狠心 都说他没付钱 那有一个说法 其实李文申请 他也帮他保了很多保险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这无法证实 这都是双方亲友的说法 现在布鲁斯还放大绝 我去申请 我要去申请李文的厌尸报告 我现在告诉大家 他的死就是跟我无关 那这件事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 反正你自己看完 包括刚刚盛梅 听完盛梅描述的这些 如果真的讲说 像媒体上今天讲说 他是不是6129 就曾经有过那样亲身 那表示他真的死亦瞬间 其实你看 自杀一次成功的 大概都是跳楼 那绝对不会不成功的 拉不回来 对 拉不回来 那也就是上吊 上吊 你再五分钟没有发现他上吊 大概也再见了 只有吃药 吃完没药 然后经过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五个小时才会死的 那大概还可以救回来 可是这些救回来的 很多都会再次 再选择自轻生 因为 因为他觉得轻生以后 就一了百了 什么事都不用拆 都不用拆了 我都不用管了 你就自己处理了 都不用我处理 所以他们心态就是这样 所以尤其刚刚讲 等一下讲这个意识里面的问题 这个意识里面很多问题在意识里面 意识里面有什么问题 因为意识里面最容易出问题 跌倒 酒醉 什么 跌倒算意外 那会算意外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镜子破了 不知道去撞在那里破去 第三就是 那个吹风机 去浪的液缸 电 电子都站在那里 到时意外自杀也没人知道 听说 FBI最喜欢用这个方法 杀人 听说 我是听说 看起来像自杀 意外 随风机 因为他在外国都很少 220伏特 所以就去电 水一定死 没人叫我 110有时候还不一定会死 不过也是会死 因为有水当戒指很快死掉 这也就是割完 为什么在意识 因为在意识里面 你水一面流 它不容易凝结 所以火一直流一直流 是这个原因 所以很容易修科 OK 所以这个很不好 我以前也碰过有一个傻瓜 但是真的被你笑死 他三四位认识他的老公 成功他就外面找女朋友 找女朋友这个女孩很气 每次就割完 你看我割完要死了 趕快救我 不然他一直哭 割完大概割了将近百次 这么多 对 因为他从这边割 割到这里 真的割到这里也很好笑 然后再割这边再割到这里 然后天天就送医院 就送急诊 急诊就帮他红 然后他割这里 然后红好 隔天又割这里 又红好这边又开了又红 所以医院的医生很讨厌这个人 有一天就看我去 到我去医院看大体验尸 我那个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 老师 我们才有一个很高怪 几乎每天来关顾我们急诊 这位伙伴师委 每次都自杀很麻烦 你是不是跟他讲说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我就跟他说 小姐 小姐 你不要再这样浪费医疗资源 这很不好 因为大家都在忙 他躺在那里 他都不理你 然后突然就转声 他会说 这样 我就嚇了一跳 你在说什么 你很害怕 后来 算了 走啦 小提琴手 他就说你干嘛 你叫我什么 我说叫你小提琴手 我说为什么 你不是割完不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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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是小提琴手 他那朋友在旁边就说 你看那个高黑也不是恶意的 你看每个这样 我给你教 你下次跳楼 不是真的 假装跳楼 你男朋友一定会来看你 因为你割完他已经知道假的 可是跳楼可能是真的 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他就刚好住在那个坦子 那边有一家建设公司的八楼 然后坦子刚好一条路而已 要去楓岩那一条载路 有一天我们刚好要经过 要去楓岩驗尸 跟检察官 跟那个地形的车子去经过 下面铺了一个气垫 然后旁边都是人都站一半 没有办法过去 检察官就说 你还站螺丝 就只有这条路 就叫警察 警察你过来一下 帮我们开路吧 去验尸也麻烦了 他说刚好他也知道很好很好 请你下来喝杯茶吧 我说为什么 他跳下来可以顺便验了 不是 刚好进去要泡茶 想喝一下好了 刚好跌泡要喝下去而已 那个警察就跑进来 报告他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 我们就吓一下 刚好是吊在那个垫子 有沒有 垫在这里 垫在这里 他本来在那边跳 他就吊在这里 在垫子旁边 然后下半身在地面 上半身在垫子 所以整个脚骨盆枪都破 都插出来 你看很轻薄 骨盆都会破 他还在那里喘 会痛苦 他就这样 我去看看 你不是这个小提琴手吗 警察先生 赶快把他送医了 你还叫我来看 我去看看 你不是那个小提琴手吗 警察先生 赶快把他送医了 你还叫我来看 结果后来我问了才知道 我说你不是假装跳 因为他那个朋友说 他是假装跳 原来他是怎样 他本来要在这里跳 因为消防队来 他要站到阳台 才不会让人家说假的 然后他阳台叫警察 然后用私信 照人还有气垫 告诉他男朋友说 我要跳楼 你看 有 所以他朋友就会赶过来 结果没有想到警察要抓他 他就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隔壁刚好窗户是往外开的 就把他推下来 他不想跳啊 所以他等于是被推下去了 对 没有真的要跳 他没有真的要跳 天哪 所以说我说 这种事情就是假戏真重 我先问两个 一个他的那个闺蜜是 建议他去用什么跳楼的那个闺蜜 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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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没有责任 第二个 那个突然把窗户推开 只是想看热闹 对 只要看热闹的那个 结果把他给推下去了 那个有没有责任 那当然这涉及举证问题 如果说他真的能证明说 我只是叫你假装跳楼 可以证明的话 那的确没有法律责任 因为只是假装 可是或许外面的人不知道 你讲的叫假装 就是你教唆他自杀啦 那就有犯罪啦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打开窗户的人 的确法律上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不小心或不知道 反正你让别人掉下去 一定有过失致死的问题 可是 或许他会主张说 他本来就想死了 所以自己跳下去了嘛 就是或许他会想要做这种主张 我只是帮忙他本来就会死 可是法律上不管如何 顶多你叫做什么 加工 叫帮助自杀罪啦 可是他其实心里就没有要跳 如果他能证明说 他心里没有要跳 你把他推下去就过失致死了嘛 就法律上面就是一定会有事情 所以 当然我们还是奉劝 不要没事假装要自杀 站在窗户旁边 有时候风一吹你也是就下去啦 对… 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 如果亲身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没有过不了的砍啦 OK 那一定会是 一定有办法去解决很多一些事 可是崔芬 你单纯这样讲 有很多时候 当你知道这个人 第一个他有没有忧郁症的问题 OK 那第二个 其实如果照盛梅刚提到 连Coco你说 他如果629 像今天媒体讲的 如果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一直到7月2号 表示他真的就是有一些 让他抑制非常强烈到 是要做这件事的 或是刚刚法医长 有些人像法医讲的刚才那个 他已经拿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奇怪 他明知道这个也没有办法挽回那个男的 他还是要做 为什么 对啊 奇怪 高法医讲的那个比较是操控 他用自我伤害 为了引发对方的注意 有一种人格特质很常做这样的事情 叫做边缘性人格 OK 他用这样的方式是操控他 然后要他回来看自己 可是这种真的有用吗 我例如说 那个男的显然也不吃这一套 但是他就一直不断地做这些 可是有一些人万一吃这一套的人 你就很麻烦 就是人家只要做一下什么东西 你就什么都不敢 的确我觉得是没有用 他不会回头 但是常常他会被操控 因为他害怕他真的死 所以他常常在操控他的时候 他真的有来关心他 所以他会误以为这样的方式有用 可以挽回对方 可是其实是挽不回的 你要用健康的方式 对方还反而会留在你身边 他是被你吓到 回来看你 不是真的要回到你身边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一个人在 就是像刚刚有提到 他如果曾经有自我伤害过的行为 这在我们来说 就已经算是高危险群 那另外一个 可能有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周遭有一些人 他没有外险很明显的行为 但他常常说几句话 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 譬如说他可能会说 活得好累 这是我最常听到的 或者是说 没救了啦 完蛋了啦 不会好了啦 或是说做人很难 那就代表这些话 反映他内在的绝望 如果有这样的话 可能要特别关注 这个要特别关注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听到 会觉得 未常讲活得好累 我们会关心你 谢谢 真的 你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顺没讲讲就算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听到朋友讲这些 你就会觉得 他就只是发发牢骚吧 有些人会用这样的心态 所以其实这是个很危险的景区 所以有些时候 他到底是发牢骚 还是说他真的有这样的意念 藏在一线之间 另外 有时候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 他们自我价值感真的很低 他们都觉得我好糟 我很烂 我拖累别人 我这样子会害到别人 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自我价值感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还有如果你发现他有一些突然的 明显的行为改变 譬如说现在热的这样子 非常热 他却一直穿长袖 他不会穿短袖 有可能他就是像 刚刚法医说的 他有自我伤感 对 不想让别人看 另外一个 他没有交代 突然没有来上班 或者是说 我特别提醒大家 有些人会在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想出去散散心 散散心其实也是一个危险讯号 很多人都说 你心情不好去散散心 其实对我们身 就是我做心理智商 我反而觉得 千万不要叫一个人去散散心 有可能他无缘无故去散散心 任何一个 就是一个人不想活的时候 任何一个都会触发他 会勾起他的念头 或是他把自己心爱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说 这个我觉得你也很喜欢 我送给你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状况 你会发现 或者他把他的宠物 或是他心爱的东西 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照顾一下狗狗 这已经在脱孤了 对 所以像这种都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那我这边也提醒大家 忧郁 大家都觉得最忧郁的时候 是最危险 可是其实我们 在资商的时候发现 忧郁症快要好的时候 也是另外一个高危险的时候 所以今天把一些危险的讯号 跟大家分享 避免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OK 真的 其实走上了绝路 绝对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 也不是所谓的一了白了 OK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问题 是你所亲爱的一些的人 现在的世界上的人 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事 真的 好好想想怎么样能够面对眼下 现实的一些问题 不过崔芬刚提醒大家 那些危险的情绪 如果你身旁的一些朋友 如果有提到这些的话 总是多加一点关系嘛 宁可误判了这一段 也不要因为轻忽 造成一些的憾事 OK 盛梅 等一下中午想吃什么 都可以 鸡腿 OK 都可以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吗 只要盛梅开心就好 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鄭真有此 我们下次见 拜拜